那這些無名的屍骨 包括在例如我們這裡大學是在淡水 我們甚至安葬了法國法軍的屍骨也安葬了 從中國來跟法軍打仗的清軍的屍骨也安葬了 不管他有沒有親戚在台灣 我們都把他埋葬 這是我們台灣人美好的文化 也是我們台灣人因為這樣痛苦了幾百年以來 我們累積了一些智慧 我們用這樣來做一個超越 因為我們還要繼續向前看 可是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以後的這個政府呢 他帶來中國近代以來這種鞭屍的 抄家滅族的 圖滅人家祖宗的這種文化 如果跟你的政治一線不同 如果你是共產黨 如果你是台獨 如果你是日本皇民 你如果被消滅了被殺掉了 誰都不可以撿你的屍體 誰都不可以祭祀你 而且還要破 連你的子智孫孫都要迫害到現在 所以這些人呢 從1945年之後呢 可以說沒有人想到他們 沒有人敢提起他們 更沒有人會去侍奉他們 沒有人要收藝術給他們 都沒有了啦 沒有人會拜他們 那這個不是我們台灣人 善良的文化 我們台灣人是連大忙碰都可以的 我們是這樣的社會 我們不知道他什麼名字 我們也記事他 那其他東亞的國家是不是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日本的明治維新寫到中華民國的課本裡面 可是有中華民國的課本裡面 對於明治維新只是說 日本透過明治維新 復國強兵之後侵略中國 他把它放在這個脈絡 然後中國要學習日本 也要明治維新 只有這樣而已啊 明治維新對一般平民的意義在哪裡 維新的過程裡面有很多貴族武士 失去了地位 失去了工作 最後起來沒有辦法變成近代的軍隊 所以他們武士起來叛亂 有了武城戰爭跟西南戰爭 都死了十幾萬人 大型的戰爭 比台灣的228貴母還要大的大型的戰爭 這些所謂的賊軍 在戰爭的時候被日本的政府視為賊軍的 這些戰亡者 最後日本政府也一樣立背啊 他們是國家發展過程裡面不得已的犧牲啊 是國家替他們立背啊 死掉以後呢 就不處 其實就不是我們這個世界的 死掉的人沒有黨籍啊 死掉的人沒有宗教 死掉的人沒有性別 死掉就是死掉 他不存在我們這個社會 他也不是什麼主的人 他應該是一種超越跟提升 因為我們這個空間存在太多這樣的仇恨 所以需要這樣做 連日本都需要這樣做 他才能夠從民智維新裡面 超越得到一個團結的日本 他才會變強大 日本把台灣當作殖民地 可是台灣的人替日本人去當日本兵犧牲掉之後呢 可以入世到靖國神聖 被日本人供奉 日本人在靖國神聖裡面的殖民地 台灣人也是接受一般的 我們認為高我們一級的殖民者的供奉 他們一樣去參拜的時候 也順便拜到台灣人的靈魂啊 這是一種超越 因為你替他做了 現在這幾十年來 很多人批評這些人 不應該在靖國神社接受侍奉 因為那個是敵國 那個是殖民者 可是政府跟一些所用 跟政府親近的這些團體 提出這樣的講法的時候呢 請問除了他們之外 還有誰願意侍奉他們 如果你叫他不要在靖國神社裡面接受供奉 那你也要一個地方供奉他 1945年到今天為止 中華民國政府有哪個政府機關 有特別成立 不要說中央政府 那些縣市政府 有沒有成立一個地方 要準備收容這些靈魂 有沒有一個縣市 所以這不是中央政府的問題